俄海军将研制小巧型高尸超音速反舰导弹 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将研制一种小型的高尸超音速反舰导弹,型号为3M22。 2,该导弹预计伏际于22,800型黑挂富红蜘蛛和21,631型暴吐M金型导弹舰。 高尸导弹,原本是一种重型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用于配装全两舰,导弹驱逐舰和核潜艇,2017年春季完成了高尸高超声速巡航导弹的首次海上试射。 新颜值的小型导弹高尸导弹,将采用特制的发射装置,一旦裂装,将有冒改变俄罗斯海军的战术战法。 该导弹将装备在小型导弹舰和潜艇上,拒指对方攻击机群接近俄罗斯海岸,敌军望向接近俄罗斯海岸。 俄海军司令告诉消息报称,新型的小型导弹的战术技术指标需求已经明确了,尺寸缩小将不会影响导弹的相关特征,一些关键性能指标不会缩减。 目前的大导弹的研制,还处于高度暴力状态,但俄军曾宣布该弹的速度,可达超音速5至10马赫,射程300至500公里。 到时的具体突防速度,俄军公布的数字不尽相同,有扎板介绍为7马赫,俄军在2018年12月10号的导弹室射中,宣称告示导弹在测试期间的末端冲刺速度突破了8马赫,也就是8倍音速,这大约折合速度2720米每秒,也就是每小时1万公里。 军事专家,俄罗斯国防部网站编辑的尼特里·伯尔腾科夫·Dmitry Boutenkov,认为,小型告示导弹可能采用同样尺寸的发动机,弹战的互惠更小,燃料更少。 助推火箭,可能要做改进处理。 告示原来采用一种动力非常强劲的助推火箭,小型版的助推火箭,会相应缩减相关指标。 由于经济和技术原因,俄罗斯海军的大型水面舰艇的建造,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于是不得不批量建造了十几艘排水量数百多或一千多吨的小型导弹舰。 这些导弹舰造价便宜,技术水平适中,而且两三年即可建造完成。 轻型导弹舰和潜艇,在近海很难被探测到,尤其是在远海机防空系统的保护下。 配方高超导弹的轻型护卫舰和潜艇,能够在敌方接近俄海岸时伏击来办抵检。 俄海军委员会表示,已经确定了小型告示导弹的战术技术要求,从微星版本的告示高超音速导弹,可以看出它的性能特征,在威力方面丝毫不逊色于旧版告示导弹。 告示超音速版舰导弹,是一种新式武器,虽然属于非核武器系统,但其威力等同与核武器,巨大的潜力它无懈可击,战头强打,以及飞行高速,爆炸能量能够摧毁航母型目标,炸成大型战舰。 俄罗斯国防部认为,尽管大型的告示超音速导弹,适用于信用舰艇的发射专制,但是,小型导弹间和潜艇,最好使用小型导弹。 小型导弹具有相同的发动机,只是弹,投体机,燃料容量和结构部件相应又小,助推气极大的被修改了,减少了发射压力,以便适应轻型平台的发射。 为轻型导弹间和潜艇配备小型告示超音速导弹,将协助增强俄罗斯海军的力量。 目前俄海军的战术装备也正不断完善,已经来22800型黑光富红蜘蛛,和216131型暴徒M轻型导弹间,配备了海英副10号无人机,主要用于秘密侦查敌军目标。 告示反舰导弹还有一张王牌,可以采取宝核攻击,导弹全自我协调作战,也可以用一只坐标打击地面目标。 沿海地区特别是用这种战术,轻型导弹间和潜艇,不仅要对抗敌军,还需要协助地面部队作战。 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告示导弹的高超声速,是做到无险可击的基础,俄军认为,反舰导弹以2.5马赫以上的速度突防,就能突破现代防空武器的拦截极限,反导导弹跟不上告示超音速导弹,高射炮等短程防空也是无效的。 中国海军也曾做过实验,现已的730型舰炮的最大射速4200发分钟,只能拦截1马赫以下的高压音速导弹。 如果想拦截速度1.5马赫的反舰导弹,舰炮射速需要提高到5500发分钟,拦截2马赫导弹的射速,需要达到6700发分钟,拦截3马赫导弹的射速为8000发,拦截速度4马赫以上的反舰导弹, 舰炮射速就应该突破1万发,于是中国,研制了11管30毫米的万发舰炮,用于拦截未来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4马赫,用于拦截至金管30毫米的重力反舰。 6马赫,用于拦截至金流均始至金流均非常短,松阻弹的一时需要更多赤旧交易。 12马赫,用于拦截中。